准备闹事了的人吗 陈鸿宇直接把人带到秦升升升面前 当场就被吓坏了 立马说愿意配合 你俩也太不够意思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 正想着怎么劝呢 好吧 你们联系大家伙一起骗我们 还演了出戏啊 我可没人气啊 王鹏是真的威胁了林沃 我也是真的担心 我们是真的吵架了 只不过 和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嘛 就要从我们因为方案吵架的 那天晚上说起 死狗事 一个电话都没有 你还知道来电话呀 我在门口啊 你还知道 林沃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正好 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所以你故意弄我这么激情啊 所以你故意弄我这么激情啊 是秦盛盛的意思啊 人事改革推行势必困难重重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直接扔一个大闪大 让躲在暗处的人沉不住气 先搬掉挡路的石头 以后的路反而会走得更加顺利 然后谁动手就抓谁当点心 杀鸡净果 没错 你同意这么做 在这件事情上 我认可他的观点 你全熟的速度 超乎我的想象 跟你在一起时间很久的 我当然得跟得上你的节奏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我应该早点跟你说的 我知道你是担心的 我不应该跟你着急 是我 我不应该直接否定你 不过这样也好 我们刚好可以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 刚才我去找王某孙胆章 警告他离你远一点 他说 他想跟我合作 我们决定假装还没和好 而高山在会议上 被我拒绝了之后 反悔去找王总合作 套出了他准备 破坏路眼的计划 我拒绝了 高总啊 怎么合作 可以啊 兄弟 怒发冲冠展现男有力啊 不仅帅 还多收获了一个机会 不过你敢直接去威胁王某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感觉不是你的风格呀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 可能真的急了吧 再加上跟林沃吵了一架 那心情不太好吗 所以我就说嘛 恋爱中的男人呢 脑子是没有一点正常的回路的 你为什么要做